你如今 秦之所向 可是谢少师 是 我主义于她 旁人敬她 为她 可我却有些心疼她 我没想好未来该怎么走 我只知道 不想再让她孤身一人 世间事并非强求就能有结果 不过是互相折磨 苦果亦是果 宁儿 你告诉我 你究竟在怕什么 你到底在怕我什么 仿若你杀过我呢 杀过我呢 你惦记公主 挂心烟灵 千禧张遮 顾念游芳盈 他们需要你 你就可以什么都不顾 向他们奔赴而去 为何到我这里 就只剩一具高抬贵手 时至今日 在你心里 我到底算什么 其实你什么都知道对吗 你知道我的身份 你知道我身上背负的恨 你也知道我对你的心意 可你一直在装傻 一直不敢面对是不是 难道是我之性情 我知目的 让你深夜 害怕 想逃 我对你本就毫无心意可言 你让我面对什么 你说我让你面对什么 你是觉得我真有那么蠢 还是说觉得自己藏得真有那么好 若当真毫无心意 几度生死为何不弃 你敢指着自己的内心再说一次 当真 毫无心意 你一直说我顽劣不堪 说我懦弱无能吗 如今又为什么不让我走 因为如今不同了 如何不同 你在关心我 你还是在意我的 是不是 张雪宁 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既承诺了 我就不会放手 更不会让你有反悔的机会 张雪宁 你是我的 端风良辰 顺踪失宜 万般万喜常自在 岁岁朝朝 办安宁 但本朝不是一向有 庄业�än花的传统吗 张大人从前时运不好 一身才华却未能科考 倘若再来一次 你一定也是 御前湛花的少年郎 这一朵不如赠予大人 权当你也克举了一遭 你可以不原谅我 我只是想要你活下去 让这 本宫不许你死 薛公子 抗旨与否也不是你一家之业 况且今 快 你敢打他 我几次三万人 可别不是好歹 这世上没人能在我面前伤他 我的宁宁 值得全天下最好的爱 宁宁 你别走 对不起 我特意从太医院寻的药 以为万一 你别入堂宫 把自己给弄伤了 这样的新娘子我可不要 年龄 我的宁宁有秘密喽 你真是一个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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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什么 你真是一个屁股 宁宁 宁儿 演个戏吧 演什么 这是谁啊 你 倘若那一天 圣上冰天了 林子王只要辞位 那便可确保薛家 立于不败之地 你要胡说挖掉些什么 圣上现在好好的 怎么会出事 若是老臣能够保圣上 一定会有事呢 你们的名全在本王的掌控之中 生 死 全有我 杜君 证明给我看 你的忠心 没想到我就培养出了一只凡事的猫 但你还是太吃你那些 就算你今天侥幸逃出这里 在境中等着你的 是无尽的炼狱 剿灭平南王的战暴已经递交 朝廷一时半会儿还不会动燕家军 但这毕竟不是成就之计 是造谣毁京的 其实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 你 会反吗 周大人 您这是 李夫人 周某得罪了 你们没有理由抓我 放开我 夫爷 将军 圣上特使张州大人到了 该来的总会来 那边看看究竟有何剩意 过往种种因我旧日执念而起 终是我亏欠张大人 雪宁定当尽力弥补偿还 可唯独秦之一事 无可回头 你如今 情之所向 可是谢少使 是 我主意于他 江雪宁 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既承诺了 我就不会放手 更不会让你有反悔的机会 江雪宁 你 你是我的 回去吧 先回京 与薛氏的战局已经开始 我倒要看看 谁死 谁活 严家军都在城外 未必能及时持援 你还是得带一件防身的东西 我不想你有事 你就这么想还给我 太后已经默许 不会插手我们的计划 在谢微燕陵入宫之前 务必在宫中设好埋伏 我定国公府的成败 就再次一举 姑清 他们还在太极殿等着议事 先见过了谢微 对 问清楚了 朕才安心 圣上 待一切尘埃落定之后 谋害圣上发动兵变的人 只会是燕家 而我薛家 乃是秦王救驾而来的忠臣 来人 将这帮乱臣贼子抓起来 若敢反抗 杀了便是 是 这种时候我谁也不信 我只信我自己 方爷 方爷 别想走 先生 小心 先生 怎么这么烫 这伤口 什么时候被咬的 管不了那么多了 你看你娘亲 她在这里挂了数日 你应该懂得保护你的母亲董吗 姑母 我愿带太子殿下前去 臣愿带军 乃是愿带军 我愿带军 现在想走 怕是问了吧 你从前不是一直说我顽劣不堪 说我懦弱无能吗 如今又为什么不让我走 敌问如今不同了 如何不同 朱砂玉璧 定人生死 能量不怕吗 谢军安她已经下定决心 要与薛氏背水一战 吕某恳请姑娘 堪顾着 在她发病之时垂死之际 请您出手拉她一把 也唯有您 能拉她这一把 这大悦 并不是诚心合情 杀了人之后 并没有马上返回皇庭 而是徘徊在关外 不肯离去 定是有阴谋 可若是两国交战 那殿下她 必死无疑 但逢良辰 顺踪时宜 万般万喜常自在 随随朝朝 办安宁 我不喜欢带花 但本朝不是一向有 庄园苍花的传统吗 张大人从前史运不好 一身才华却未能科考 倘若再来一次 你一定也是 御前簪化的少年郎 这一朵 不如赠予大人 全当你也客举了一脏 你可以不原谅我 我只是想要你 活下去 张哲 本宫不许你死 定妃是子之事 既是家事也是国事 他是当年三百中魂之中唯一幸存之人 其重要之处国公应该知道 只要谢某在一日 我就不允许他出任何问题 你真觉得他是薛定妃 嗯 难道不是 我说他是 他就是 看着吧 好戏才刚刚开始 我特意从太医院寻的药 以备万一 你别入堂宫 把自己给弄伤了 这样的新娘子我可不要 年龄 我的宁宁有秘密喽 有什么话你边说吧 威阁女儿家还未出嫁呢 就要窜夺这坏人亲平名誉 毁人终身大事 小小年纪就如此恶毒 长大怎生得了 这传出去啊 怕是没人敢去 威阳姑娘 你说是吧 大人要看着我死吗 张哲 你对我这么好 便不能一直对我这样好吗 江二姑娘 敢问你与那张哲 是什么关系啊 我不过是为张大人 打包不平一番 你就要以为我们有点什么 若真有什么 可是又要被你拿来 当做退婚的理由 诸位请坐 闻事 这便开始 看我这次 怎么给你们交个好大卷 江氏郎府江雪宁 卷室上等 可留 所以 若你是我 这个人 除 还是不除 可是先生 我 我 不除了 我不想死 姑娘 您脸色不太好 可是有什么心事 我只是在想 我来找周莹芝是不是来错了 这四年我从来没有跟她联系过 她是怎么知道我有一批矮骂 昨日我去了燕家军营 她马上便知笑了 还有张哲探和逆党刺杀 她统统洞察 和一件太不一样了 府里这院墙气了更没气势的 若是叫父亲知道 有人屡交不改 顾忌重施 怕是又要发一阵牢骚了 说了我的礼 可就不能去告诉江大人啊 夫人 你看得没错 这江家要入宫半读的人 的确是宁丫头 这江不由不过是一介侍郎 也没什么值得你图谋的呀 你帮着长公主将这江二姑娘送进宫 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我看哪 这江二姑娘长得很是不错 她这么千方百计的 要去教人家读书 该不会看上人家了吧 好了 人已到齐 请诸位姑娘将行囊交给宫人 随咱家入宫去 只是有一句话 谢莫想问一问言世子 你当真确定 你所忠情之人也忠情于你吗 殿下 冒犯了 殿下的疤痕 是二十年前平南王之乱中留下的 燃叛君早已被剿 其余念也是智服蜀窜 我朝天威尽显 您的疤痕本是王朝荣耀 何必与之为耻 别动 否则我杀了她 不管了 胆大包天 总比死在这儿要好 对 muchos 人都要死了 还惦记无用之我 你这样的人 就不配活着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 见你的时候 那时的你活得很真 江轩 你真是 confirmed 我的宁 Trainer 值得全天下来 最好的爱